新竹市府获配的1.1万剂日本AZ疫苗 在端午节这一天率先全台 开放80岁长者来施打 一大早有很多长辈就拿着通知书 身份证到接种站等待施打 为了分散人流 市府设置了6处的接种站 也考量到施打速度跟年长优先的顺序 预计在今天一共有6100多位 83岁以上的长辈可以接种 市长林志坚强调 加快接种速度 这批疫苗会在经历两天 全数施打完毕 阿公阿嬷下了疫苗计程车 就往报道区前进 有工作人员确认通知书上时间和个资 没错之后再到最重要一关 接种疫苗 等待的时间也在保持社交距离 新竹市这次获配日本AZ疫苗 总计1.1万剂 经过市府造册比对人口数之后 在端午节这天率先全台让9000多位80岁以上长辈优先接种 为了分散人流除了设置6座疫苗施打站之外 也在考量施打速度以及年长优先来分配日期 14号开放首日 预计6100多位83岁以上的长辈都能施打 加上第五类还没接种的机构人员以及洗身患者 这1.1万剂预估两天内施打完毕 新竹市是全国 首先为我们长者来施打这个AZ疫苗的 预计今天明天两天施打完成 免排队也免预约 他只要借由通知书上的时间地点来接种就可以了 考量长者外出接种 周车劳盾市府也规划接送 遗迹道府施打服务 要加快疫苗接种速度 朝群体免疫目标更进一步 这随时签讯的报道 明天开放第六类的年长者接种AZ疫苗 以台北市为例 85岁以上的年长者 还有65岁以上的原住民都符合资格 从13号开始利用网络预约 民众可以到诊所来接种 有不少诊所的预约名额被秒杀 不过诊所里一时叫苦连天 因为前置作业的准备时间 他们说实在太短了 包含了疫苗跟疫苗记录卡 都还没到手 查看施打名单的系统也很难操作 光是研究系统怎么使用 已经花了好多时间 甚至有不少年长者 怕自己没有预约成功 一直打电话到诊所询问 医师很无奈表示 中央给的前置作业时间太短 大家都不熟悉运作方式 只希望明天开打时 场面不要太混乱 诊所护理师不断接到电话 都是民众在询问 还能不能预约 6月15号124万剂 日本捐赠的AZ疫苗 即将开放给第六类对象施打 台北市以85岁以上年长者 65岁以上原住民为优先接种族群 利用网路预约 民众可以到诊所接种 虽然系统没有塞车 但有不少诊所的名额被秒杀 让诊所医师叫苦连天 因为前置作业的准备时间实在太短 两三天内要规划让居城医院 手打城市在哪里 怎么运作 怎么预约 怎么施打 疫苗在哪里都还没有 台北市从13号早上8点 开放网路预约 15号就开始接种疫苗 等短两天 诊所医师直呼根本来不及准备 看看开打前一天 疫苗和接种记录卡 统统还没拿到手 查看实打名单用的预约系统 用起来也超级高纲 等民众接种完 还要把资料上传到健保署 但这些系统到底要怎么使用 得花时间研究 搞得诊所仍仰马翻 还要新设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从来还没有人用过 匆匆上路的东西 没有经过验证的东西 也没有跟基层沟通的东西 能够用吗 明天一定一团乱 诊所医师很无奈 只希望开打时 场面不要太混乱 所有预约民众都能顺利 接种疫苗 记者徐姐 徐秋名台北采访报道 指挥中心宣布 为了避免移动的风险 第六类75岁以上长者 含65岁以上的原住民 不受户籍地跟居住地的限制 可以就近来接种疫苗 台北市也紧急要求 85岁以上 非涉及北市的长者 在15 16号这两天 到区公所或是礼办公室登记 市府整理数量之后 就会安排 最快17号施打 不过从昨天晚上开始 直到今天上午 已经有不少民众 涌入了礼办公室 抢着登记 就怕预约不到 这让里长工作是忙上加忙 接下来现在呢 还要帮区公所来会诊 不在即长者的名单 里长直呼压力很大 一大早台北市的礼办公室 民众带着身份证健保卡 一个接着一个来登记 因为中央终于开放 不在即长者 在住家附近就近施打 一听到这好消息 民众抢着预约 昨天就来问了 他说还没公布 还没 我想说今天有 刚好里长刚好有 宣布说可以 我就赶快来犯登记 那因为户籍是在桃园 所以我今天早上就来这里 但民众现阶段 只能在白纸上填写基本资料 也没有正式申请格式 预约过程一团乱 更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才能开始施打 没有一个时间线 我们就在那边空等 然后临时说 要打了或是什么 不是你想请就可以请 其实北市15号才开放 不在即长者预约 但大家等不及了 还没等到廉价结束 区公所恢复上班 就不断涌入里办公室 里长电话接到手软 里长也一头雾水 因为市府官网上 明明写着向区公所申请即可 跟前一天 北市记者会上讲的不一样 突然又被丢工作 压力炸锅 区公所那边在谈说 里长已经够忙了 又找到一个工作给里长在做 政策一变再变 让民众里长无所适从 也难怪预约时段还没到 就有不少人怕打不到疫苗 抢着登记 现在很多人还没有办法打到新冠疫苗 于是开始强打肺炎炼求菌疫苗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名誉理事长黄立民就曾经表示 肺炼疫苗虽然没有办法预防感染新冠肺炎 不过如果不幸染疫的话 是可以降低减少感染这个并发症的发生机会 让原本常态性供应的肺炼疫苗 现在瞬间被抢到缺货 全台诊所几乎都只能先预约 下一批的疫苗最快在七月底才会到货 目前都已经缺货了 新冠肺炎疫苗僧多周少 民众改打13架肺炎炼求菌疫苗 原本常态性供货的肺炼疫苗 现在也是大缺货 会想打几乎是打不到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排到什么时候 所以如果可以减少风险的话 我们就是人打就尽量赶快打 目前75岁长者被列为第六类施打对象 年轻民众想打疫苗 却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名誉理事长黄立民就表示 13架肺炼疫苗虽然无法预防感染新冠肺炎 但是如果不幸染疫 可以减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机会 常常还会有合并激发性的细菌的感染 而这其中肺炎链求菌 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病原菌 因此如果的话你已经施打肺炎链求菌疫苗的话 那你在这方面就是会有比较有抵抗力 它的供货至少是减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这样的量 果然一剂药价3000多元的肺炎链求菌疫苗 瞬间就被抢到缺货 诊所表示预约失打的人数成长三到五成 目前全台都缺货 民众想要失打也只能先预约 下一批疫苗最快7月底才会到货 流感一定要打 流感的症状其实跟新冠 其实是有些地方真的是非常雷同 而医师表示流感以及百日咳疫苗 其实也都可以有效降低重症 和激发性细菌感染的几率 呼吁民众赶紧施打 在等待新冠疫苗的同时能防患未然 简厂亭林娇贤台北报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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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